OK 那我先來開始進行這個 Premiere CC 第五篇音效剪輯的教學分享 那我先準備好我要的素材 我們可以看到這MP4 29秒 我這裡有一個36秒的音效檔 還有2秒的聲音跟1秒的聲音 那我全部會把它放到我的Source資料夾 那我先開一個Sequence 我們要用的格幀數 我用30秒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影片放上去 看一下 好 30秒 那這個沒有聲音的其實我們可以按Auto 或Option鍵 Delete掉這個聲音 然後把背景音放上來 30秒這個聲音 我們可以試試看看 對 我們可以看到Touch有多一段 所以我們可以截到這一段就好了 我們 然後我把它放下來 然後快速的做法 這邊有一個叫效果 F這邊有一個 Audio Transitions 我們就把它 淡出 它就會淡出效果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在幾個重點的位置 然後在幾個重點的位置 比方說我這個有一個聲音檔 好 這裡 我把這個太空人 轉身的時候 把這個聲音差 移到這裡 這個影格 我們試看看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OK OK 然後 這邊有個Take Off 準備起飛 我放在Logo這裡 好 就完成這個簡單一個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 A1 A1的聲音 跟A2的聲音軌道 所以我們可以去調整我們要的聲音大小 我們從這個 這邊 有一個Audio Chips 這邊有混音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聲音可以調整大小 比方說我在這裡 如果調這個A1呢 它就是所有的 這個影格 所有這個聲音的軌跡 A1的軌跡就會 調降 那如果我調A2這個呢 它只有 注意喔 只有這個音 音像 聲音的軌道會被調低 所以我就調一下 OK 那我們來聽完整的看看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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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是覺得這邊 應該這個位置在發 講話會比較好 我就移動一下位置 這樣子 看一下 OK OK 聲音的軌道還沒有 音效 我們可以按一下這個 Recoding 它這個倒數 麥克風示音 麥克風示音 然後按暫停 它就幫我們錄好聲音了 那我們現在把 第二個聲音的軌道 按一下靜音 我們聽一下聲音 麥克風示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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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就完成這個錄音了 那我們現在不要這個錄音 我們刪掉 OK 那有沒有問題我們就可以 會出影片了 那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 行銷網站架設有興趣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在專欄的空檔 持續分享 相關的資訊給大家 歡迎訂閱 謝謝